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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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我看到了一个老朋友 我得去 不要去 放心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保证一定回来 小姨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刚才 刚才的事情我不想解释 其实我是我的上司 逼着来跟你相亲的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我现在不适合打脸 对不起 再见 我亲爱的猴子 怎么样 晚餐浪不浪漫啊 怎么谢我啊 我还真的要谢谢你 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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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색깔이 对不起 pretty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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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想想想想想想 ra 可以聊聊吗 对 好好好 那这样改天再联系 这不小音吗 她怎么会和马总在一起 好怀念这里的大窗户和咖啡箱 好久没来了 都三年了 马天生 照旧吗 那这位小姐 冰淇淋 你常来 我 我希望可以在这儿见到你 冰淇淋 你先说吧 冰淇淋 冰淇淋 终于要和沈小姐结婚了 你等到她了吗 我不觉得你能把田飞等回来 那个兔子是你新的男朋友吗 三年前那些蠢事我已经全都忘了 你没听说过十个兔子九个妇吗 马先生 我的男朋友是不是兔子用不着你操心 OK 行 那是你的私事 接下来我们谈公事 三年前你递了辞职信 就突然消失了 这对公司很不好 你必须提前一个月的辞诚 我有我的无奈 我现在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看来我们的相遇不是很愉快 我得先走了 我现在的上司 跟当年的你一样难搞 告辞 谢谢 小姨啊 你还在忙啊 这工作是做不完的 女孩子要多留点时间约会 回去吧 快回去 哇 这还吸引了 她让我做得改变的 你一会儿再反悔 快 我先撤了啊 买牌 脚好酸啊 帮我捏捏背 你帮我先吹这背 我就帮你捏 行 吹 好 吹完了 搬你 就这么敷衍我啊 没有敷衍 吹了 不是你挠小体本啊 吹了不是你挠的 两只脚都得按 快点 好吧 老大人啊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妈你 小龙啊 妈妈把药给你熬好了 趁热喝 行 妈你先给我 我一会儿喝亮亮啊 天飞啊 你都上了一天班啊 你让她吹什么 妈给你吹 一 二 一 二 三 怎么样 还行吗 那边也帮我来一下 祝福了吧 一 二 三 推 推 二 三 推 怎么样 手也可以啊 来 来 这 二 三 推 怎么样 一 二 三 三 怎么样 你还行吗 那边也帮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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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对 这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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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喂 你怎么样啊 几点下班 深血在家里等你吃饭 那什么 公司的事情实在真的太多了 我没有时间回来吃饭 对不起 好 这家伙真是的 还在加班 估计回不来了 是啊 这臭小子 以前了老那么没正型的 这会儿又静夜到昏了头了 别生气啊 深血 我今天叫我妈炖了一锅汤 我去看看汤好了没有 给你端一碗出来 姐 昨天的晚餐是不是你安排的 没有 我只是帮你们订个座位而已 怎么样 那家店很好吃的 姐 别骗我了 什么玫瑰啊 戒指啊 烛光啊 猴子怎么可能自己想出这些呢 小雪 你知道猴子这个人 他就是这样的 他粗线条 你不要在意啊 跟我说说 昨天后来怎么样 开不开心 浪不浪漫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前半截是挺浪漫的 不过结果 戒指刚戴上 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人 谁啊 男小一 妈 妈捅漏水了 怎么说了 我叫洛阳 我 我跟你去拿拖把去啊 嗯 妈 妈 妈 给你给我拿拖把 这租了几千块钱的房子 怎么还弄水啊 赶紧打电话 这房东来 让他修 千万没给他的 他来了又得给我找房子住 那怎么着 你就让他漏啊 哎呀 我明天打个电话 找人来修 顶多几十块钱 又几十块钱 一天能挣几个几十块钱啊 那几十块也是钱 那我自己修行了吧 看吧 你能的 你要这么能 还被田飞甩了 你还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哎 我落到什么地步了呀 我是穷困潦倒了 还是流落皆断了 我会不挺好的嘛 我跟你说 田飞他一定会后悔的 哼 我是要看看 到底谁后悔 你是谁妈呀你是 你又到哪鬼混去了啊 都几点啊 都几点啊 不巧啊 人家神血刚早了 吃过饭了吗 吃了 我要卸回房间了 喂 臭猴子 我是你妈 我不是我妈呀 爱你不离 你又遇到蓝小一了 你怎么知道 沈雪说的 你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你真的想知道 我想怎么做 当然了 我要追求蓝小一 不管她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结婚 都要把她追回来 你有病啊 那沈雪怎么办 你想怎么做是你的自由 我管不到 可是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有得必有失 你知道吗 而且你已经接手了 腾飞集团 你应该有一些责任心 应该有些担当了吧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 凭自己的喜好 那么简单地去做事情 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知道吗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的 你现在比老妈还唠叨了 你说的我都知道 好 你知道就好 这怎么成这样了 来来来来 这你往里边扔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啊 你像小孩蓝具啊什么那些 你是不是扔东西就来啊 没有吧好像 你这个啊 你现在用一般的疏通机 你根本没用 实在不行 这马桶都得换 底下的地你都得刨开 啊 这么麻烦 哎呦 麻烦了 师傅 我还赶着上班呢 你跟我说得多少钱钱的就好 我先给你看看 你最起码你能给我一百块钱 行行行 一百块钱就一百块钱 只要能修好就行啊 您赶紧帮我看看 吃饭了 喂 小路呢 还睡着呢 我去喊他 别去 别去 一直都这样 三天两都改不了了 都让你给惯的 晚上不睡觉 早上不起 哎呀 哎呀 哎 你有没有看 最近有一本 特别火的一本书 叫 养生的 嗯 妈说 说这个健康最重要是 坐起时间要规律 嗯 早时呢 早到起 晚上也得早点睡 啊 来 儿子 嗯 妈跟你说个事啊 你说 今天早晨 打扫卫生 发现那个抽水马桶一圈 一圈 一圈 一圈是黑的 哎 妈辛辛苦苦逃过来 这药方子 你老婆咔嚓 给倒了 你说他啥玩意啊你 嗯 会吗 妈 你不是看错了 你看你怎么会呢 我今天必须亲眼看上他 喝了 啊 哎 儿子 你们现在还病孕吗 嗯 妈 哎 这么多两年了 他这肚子啊 你这这 啥动静都没有 有时候吧 还有时候呢 妈跟你说吧啊 这都快两年了 要不就是上次 闹那个小产 哎 整一下的那病根 你必须要把他带给医院 好好查查 他在这儿查上那儿 再好好检查 让医生给看一看 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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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医院去看的啊 行 来 你抓紧啊 喝药喽 来 喝 妈 您搁那儿 我一会儿喝 不行 今天我必须亲眼看着你喝 就说把碗给洗了 妈 喝 行 哎 还有一口 还有一口 喝喝喝喝喝 你还喝喝喝 你还喝喝喝 出去啊 嗯 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嗯嗯嗯 哼 成天到外面逛嘛 就是要花钱花钱的 阿佩克 小路啊 是不是 田飞家又来亲戚啦 去去去去 你怎么知道啊 哼 你啊 现在是咱们家的稀客 回家只有三种情况 第一呢 田飞出差 第二呢 田飞家来亲戚 第三 就是求你爸爸做事情 今天田飞没出差 你爸爸出差 所以只有第二种情况咯 嘿 真是织女莫若娘啊 田飞的妈她又来了 我已经跟田飞说好了 除了她妈妈以外 其他所有的亲戚 我恕不接待 叫你不要嫁给外地人 哼 你就不听 现在好 害得自己有家不能回 你看看啊 田飞娶了你 等于娶了房子车子 还有你爸爸的关系 你嫁给田飞 等于嫁给什么 等于嫁给一大帮不打招呼 就来又吃又喝的外地亲戚 真是吃了大亏 外地人怎么了 不准你迪毁外地人 你看啊 隔壁张爱一家女儿 嫁给有钱人对吧 结果她不知道 人家有老婆 坐那儿奶都不知道呢 稀里糊涂的 还有我那同学小花 你认识的 嫁给一个美国佬 人家表面上是很风光 但是那老外在国外 就已盲流 所以啊 你觉得我嫁给田飞好呢 还是做二奶比较有出息呢 四丫 你胡说什么呀 其实我婆婆对我挺好的 这两天她给我弄什么中药方子 刷帮补身体呢 天天熬要给我喝 就有点苦 你以为她是对你好啊 她是对她孙子好 把你养好了 她好早日抱孙子 不过小陆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早点要孩子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早点生孩子 恢复得快 现在离上次流产 已经两年多了吧 按道理来说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好 要么跟田飞商量一下 早点要孩子吧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过两天就跟田飞 去医院做医院前检查 好 商量了就放心了 着急啊 知道 小姨啊 你跟着我 已经有段时间了 我感觉你还是不错的 公司最近新的一轮竞争上岗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呢 是打算竞聘市场部经理这个职位 按照公司的规定啊 如果我竞聘成功 我就可以带做两名助手 那么我想选你和小琴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你想不想跟我去市场部 市场部 对 但是啊 市场部啊 会很辛苦 而且压力特别大 要看客户的脸色 要经常应酬 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我知道 你是最讨人加班了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最赚钱的就是市场部 如果业绩好的话 一年一二十万都有可能啊 我希望呢 你还是权衡一下利弊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 你看怎么样 年纪二十万 你确定吗 那当然 你有留意过我们停车场的车子吧 那些好车可都是市场部的 那我不用考虑了 我跟你去 回来了 妈 我调到市场部去了 今后估计会更忙了 调到市场部那就是卖东西啊 那得看人脸色 没这么夸张 市场不赚得多呀 妈一放心 我一定会在上海买房子的 我现在对你啊 是一百个不放心 淼淼啊 洗手了 准备吃饭了 好 你好 是这样 咱们家这工程啊 太耗大了 这活不好干 你最起码得给我加五十块钱 哪有这样的 说加钱就加钱 太随意了 那加了五十块钱 这工程就不耗大了 嘿 你这是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就这么说话 修这么点东西要一百块钱 要不是我女儿早订了 我才不修呢 这钱不加的啊 你爱修不修 行行行 你能加点钱啊 真难挣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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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真棒 你好 你好 请问杨总在吗 他不在 去工地了 我跟他约好时间的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啊 那工地在哪儿 我去工地找他 不知道 你到我那边去问一下别人吧 谢谢啊 老板要碗馄饨 好嘞 小姐您的馄饨汤 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洗一洗 没事没事没事 我自己来吧 你好 我想问一下杨总在哪儿 杨总在哪儿 杨总在哪儿 谢谢啊 杨总您好 那个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麻烦您看一下 那个增加了很多科技元素了 你再玩了一分钟我就走了 这样 资料给我 我看完之后让他们联系你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别etzen 好 好 我好 你 我骗你的 好 你 谢谢 对不起 我 你 I love you I didn't know 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I love you 加油 猴子 救他们 研发部门新开发的技术 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见到这个 我真的太高兴了 对不起 猴子 救他们 对不起 天飞 你们是不是要去医院 做那晕前检查 怎么了 妈这腰也不是怎么了 疼呢 我也先去查一查吧 行啊 你把便利卡带上 一起走呗 好嘞 等我啊 走 我们俩是去做晕前检查 你妈跟着去算怎么回事啊 好慢啊 你愿意看没兜这个 怎么兜这个 儿子 妈 怎么样 查了怎么样了 没啥大事 说是腰间盘突出 不 医生说让我做个什么理疗 我嫌贵不用了 啊 为什么不做呀 这是看病的 别说我又要说你啊 就知道省钱省钱的 走我给你交费去 哎 你马上就到我了 一会儿再去吧 就是等一会儿待会儿 妈跟你说啊 在这儿理疗一次是 待会儿一定要去 到我 到我 来了来了 快 待会儿一定要去啊 我问你 医生没什么问题吧 你的子宫内膜异味挺严重的 这种病很复杂 病因至今未明 像你这种情况 基本上不可能自然受孕 什么意思 就是很难怀孕 假如说要小孩的话 建议去做试管验案 怎么可能呢 他以前怀过 就摔一跤就小铲了 不可能吧 什么时候 三年了 谢谢啊 小鹿 小鹿 医生 你是不是整错了呀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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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不能生小孩 没错 我 当时华原是骗你的 那是因为我想把你从来小鹿身边抢过了 那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 为了让我爸妈同意我们俩结婚 所以我才撒得谎 好了 反正现在你什么都知道 你让我告诉你 我不会做什么试管婴儿的 你可以选择不要小孩 或者跟我离婚 我说吗 这么大个上海 除了金凤狂家的我们天家 原来是个不会下的你操机 你 没孩子 有金山银山有什么用啊 走你 妈 都什么时候了还别闹了 医生也都说了 这个病可以做试管 你知道吗 你 我告诉你 而且你家小鹿 也是今天才知道不能怀孕的时候 儿子 儿子 你可真傻呀 他早就知道是瞒着不告诉你 说怀着你的孩子 他是骗人 骗子 你全家都是骗子 屁 《正面》 你负责满 那我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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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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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来 晓鱼 加油 晓鱼 我现在在做销售 如果有什么好的人来 现在介绍给我 尝联罗 谢谢 妈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饭吃了没 吃了 就在楼下吃两碗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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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你 我今天去请了一尊观音 妙里的老和尚说呀 这是宋子观音 罪灵了 对 和尚说 得供在那个潮洞到最高的位置 这个供哪儿呢 抱着 洞洞洞 我帮你看看了 在上北下呢 这儿 这儿 这儿洞面 快快快 拿走 快快 到家了 这儿 这儿 都什么年人啊 我们讲科学的 你那明信没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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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做懂事 胡说八道不要责怪 胡说八道不要责怪 胡说八道不要责怪的 不要责怪的 我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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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 我拜一拜 哦 拜一拜 小刘 快过来 拜一拜 清晨泽灵 快过来 黄米包包 哎呦妈 你趴那儿干嘛呢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在这儿做瑜伽呢 关键是我心不成 我本来就不想要小孩 这下不刚好吗 反正我已经跟甜肥商量过了 要么定客 要么离婚 对吧 他没跟你汇报呀 他要造反呢 没有的事儿 他这几天心情不好 再说你拿个观音像回来 有可能刺激到他了啊 妈 我刺激他 我大老远的 气过来观音 我好心迟了你又干废了 我不是啊 你现在长大有本事了 我心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娶着媳妇把娘给忘了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是我对还是他错 说清楚给我 他错 你对 行了 我回去就说的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 我跟你说 什么这个钉啊 那个钉的 马钉的 我不懂 我只知道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作为田家的儿媳妇 必须给田家传承接待 生啊 生啊你 妈 你今天忙了一天了 也够累的 你待会儿早点休息 我呢 这就去生 我去了啊 去吧 起来 我跟你胯说 小鹿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 你今天有点过分啊 我过分 说话讲点道理行不行 你看你妈莫名其妙 请一尊菩萨过来 在那拜拜拜 干嘛呀 那么拜儿子又能出来了呀 真是的 再说了 上来的是我跟你之间的事 他家在中间 搞什么呀 嘿 你说吧 你得理解老人家 人一般越老啊 他越容易迷信 对吧 再说 下次如果他有什么问题 你别跟他直接生气 你先跟我说 我去说的 这样你们关系不会闹枪的 否则我现在这情况 就像那个电视里那个 真真是个力量 那个那个什么力量 那个什么 什么加薪饼干 你夹在当中多难受啊 你舍得大 你妈舍得让你夹在中间 当加薪饼干 我就舍得 我说你妈也太奇怪了 以前不是挺好挺慈祥的吗 现在怎么别那么古怪啊 又来了又来了 不要再说了啊 再说我要生气了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但是麻烦那老人家 以后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别关注我的肚子 一天到晚就进那些 繁殖后代的破事 行吗 行 我去说的啊 交给你了啊 嗯 在这里你找我啊 小一啊 快来来来来 嗯 那天我不是看见 你在楼下跟 腾飞集团的马先生 在聊天吗 我感觉你们的关系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啊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腾飞啊 最近有大规模的采购 其中就包括各种 强弱点设备 去找他帮忙 经理 我跟他没有很熟 小一啊 我们这些做业务的 你别说不是很熟 就算是很不熟 就算毫无关系 那也得想办法 去制造关系啊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你就说你去拜访他 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啊 打呀 快打 快打滚 打个招呼 打开 哈哈 喂 我是蓝小一 我想拜訪你 你有時間嗎 對不起 我沒時間 是公事 不會耽誤你太多時間的 可以嗎 OK 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 那我現在過去 我現在需要壞咖啡 誰 可以 我現在想要不要 自己 我現在要不要 我現在要讓你 我現在去 我現在要不要 我現在要 Bryony 我現在要issenschaft touchdow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进来吧 其实我用不了十分钟 我说完几句话就走 那说吧 今天是我的领导 逼着我给你打电话的 不是我的本意 我也不想向你 推销什么产品 万一 万一我的领导打电话来 你就说我来过了 你们也没有什么计划 就行了 就这样 我先走了 等等 喂 采购部吗 有位姓蓝的小姐 等会儿会过去找你们 她到了以后 你们接待一下 好 谢谢 行了 我给采购部打电话了 他们等着你呢 你就过去找陶部长 谢谢 公事公办 好吗 不过我们采购部呢 它的招标程序 是非常严格的 是不是能成功 那就要看你们 到底有没有实力了 我知道 那我先过去了 陶部长 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接待我 这是我们公司的 最新产品目录 请您过目 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 非常好 售后服务也是相当完善的 这些资料放我这里好吧 回头我跟我们 技术部的工程师 研究一下 虽然你是我们董事长 介绍过来的 不过我们公司的 采购流程很严格 对每一项采购 都会经过多方面的对比 当然当然 货品三家这是应该的嘛 还是很感谢陶部长 能给我这个机会的 我们一定做好 服务工作 哈喽 猴子啊 我想去个地方 你陪我好吗 你还记得当年 你是打大前锋的吗 记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记得我的球衣14号 那时候 我每天都在教学楼 二楼看你打球 我觉得你扣篮子的样子 特别帅 那时候 所有的女生都是冲着你去看球的 是啊 一下课 好多女生都来看我们打球 大家就打得特别带劲 好多女生啊 那是那么多女生啊 我特希望你进球的时候 能够回过头看我一眼 我每次都等你们打完 给大家买饮料 其他人只是谁 只有你不一样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注意到我 男小一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 对吗 不会 别担心 不会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参与本公司的招头标 标书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最主要是有几个细节的问题 我们要落实一下 那么下面就请我们技术部门的张经理 为大家说一说 首先是售后服务方面 如果机器出现故障 大家有什么应急方案吗 我们公司的维修人员保证谁叫谁到 这一点呢请放心 我们也可以的没问题 说实话这一点我没有办法保证 我们的售后服务部门的确是24小时值班 如果机器出现小问题 我们的售后服务可以随叫随到 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我们的机器质量十分稳定 如果出现复杂的问题 我们则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请我们的工程师到现场查看 说实话这点我不能说谎 我们的工程师是全国各地在飞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他随叫随到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设备调试需要一段时间 不知道各厂家是否派人跟进 前后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应该可以吧 不过一个月时间太长了一点 我们派技术人员两边跑 可以吗 是啊 现在人工紧张 我们技术员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跟进 我可以打一个电话回公司确认一下吗 好 喂 张经理 我现在正在腾飞集团 我想问一下 他们调试机器时 我们能不能派一个技术人员过来 大概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星期都不可能 现在哪家公司不是把一个人当两个人时 再说了 我们的技术员一天跑八个地方呢 那我去星期